国民党推动核能研议 下周章排案修正核管法 警长郭智慧预告会按照立委决定办事 再被媒体追问符合核安标准吗 立委过什么就执行什么 这句似乎跟执政党非核家园主张 态度不一致 有立委私下抱怨不理解警长所说 个人没有标准是什么意思 有立委直言 核安应该高标准看待 只是就算立委通过核电厂研议 也需核安会同意换证 并花两到三年时间检查 也就是说今年七月 核三厂一号机停机后 最快两年后 才能重启 但再也立委解读 经济部长的说法 恐怕是棋手反核 省主牌的棋手势 老总统的信我太了解了 他希望你就是 带他去突破这个新主牌 冠金的想法 你真是表达的 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做会的 我随时都可以把英顶报告 随时可以到英顶报告 如果以后再发生跳电跟停电太严重 特别是大停电 周院长带着部位首长 礼拜二礼拜五来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就把冷气关掉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名料 有百分之六四点 民众认为有必要修法 让核能研议 电到底够不够 核能有必要重启 这道难题 对执政团队来说 烫手温度持续升高 三省黄一帆续选 S小组台北采访报道